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第一场戏 我作为行人演员 进到了第一个剧组 拍的第一场戏的第一个镜头 我可能很多年都没有过这种紧张感了 我手心全是汉 而且我不是那种容易紧张性格的人 但真的是面对到第一次拍的时候 可能恩基了有四五次吧 就非常简单的东西 而且当时我都快崩溃了 我觉得我自己怎么这么笨啊 导演啊 还有这些演员老师们 他们就是那种笑着看着我 他们觉得这很正常 就开始安慰我 就说他们刚开始拍的时候 他们人生中的第一个镜头 恩基了十几遍 想起来安慰我 我就好的好的我不哭 然后继续拍 这是我印象非常深的 其实当时要剪掉短发 我头发我是长发 一是为了贴近人物 贴近他们要的生活质感 二一个其实也是想要 把我跟之前的形象做一个区别 所以董帆他 包括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也就是遮一个黑眼圈就少 我希望的是 董帆他是一个 能够让一直熟悉我的人 看到董帆的时候 不会认为那是谢可宁 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达到的目的 也是我的一个心愿吧 我失控了 就我可能找到 抓住了董帆的人物状态以后 我再去对那场戏的时候 我跟浩哥失控了 其实这是不专业的 但是我当时哽咽了 我连台词都讲不出来 但是那一条被导演留下来了 他觉得很真实 我其实都结巴了 所以那一条他让我印象也很深刻 让我觉得说 确实是要先抓住人物来真的情感 但是呢要控制自己 那一条让浩哥都非常的印象深刻 因为我全程哽咽到 台词都说不清楚 其实我说了好多像严女侠花木兰 花木兰是我新闻当中的英雄 是我最最最喜欢的角色 我期待我拿一把剑 然后对着那个我的战马 跟他告别 带着我的将士们冲锋陷阵 我是非常有这种情况 您刚才讲的 我鸡皮疙瘩的起来 我很喜欢这种角色 但是呢这样的机会是可遇而非可求的 所以我就希望说 多尝试不同的吧